- 喂喂Hello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4日- - 時至今日其實大家都清楚什麼局勢的啦- 那所以,當然就是,很簡單,在香港的,就是躺平,多做就多錯,少做就少錯嘛 那些子女接受到這個國安的教育的時候,很簡單,你不要對她有所要求,跟她說學校教的東西,你照答啦,都是這樣 高分也好,低分也好,有你,是不是很開通啊?突然之間,你要懂得怎樣去 如果你又未走到的時候,不是個個這麼快手,是不是?那萬一常鋒行動,好像越南一樣,當年一閉關,那就全真教修煉了,一閉關就30年了 那30年,越南的人事是怎樣過的?就這麼簡單,不過越南那裡就好一點,因為當時,他們就沒什麼接受到高等的教育 所以,好的又一餐,不好的又一餐,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啊,香港不是啊,香港人一向都是 如果大家要責怪豉頭婆,責怪大英帝國,就是當日,為什麼呢? 讓香港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這麼美好,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啊,你見到的 走過去,你說內地那些人,經香港作為跳板,走去全世界那裡移民,落地,山根 那在香港裏面的民眾,最佳的辦法,當然就是移民啦 否則的時候,留在香港,就只能夠是兩種,一種就是佛系,另一種都是佛系 什麼是佛系啊?那就是,哎,看化了啦,做人,當化了一場夢 另一種佛系就是,那些天空的藍嘛,反而是他們 不願信,明前身早注定 於是乎,就是,就是他們而已嘛,人說什麼,他信什麼,天空的藍 人家說,你只要撐科技伏技,啊,就可以開個關給你 是啊,7月7號那關嘛,很多都走了去那邊 什麼這裡而已嘛,那,東方日報的報導啊,其實這些應該就不准報的啦 啊,國安公署,但是就不知為什麼,啊,今時今日都還有東方,是不是啊? 大家數一下,什麼時候輪到他,就不知啊,他是這樣說的 這個全真教,撐科技伏技以來,異常事件就不絕 29號時候,跟回香港政府數據已經manipulate過的啦 就是你14天之內的那些case才計 14天之外的case呢,就算你有什麼,冬瓜豆腐啊,他都是不計的 所以數據就帥氣咯,你怎麼知道的,啊,可能兩個月之後 你見不到個老友,原因就是因為,啊,黃重陽找了他去練功啊 Anyway,啊,那就,講返個數據先,去到1月那緊的時候 那,見回衛生署公佈的呢,那,只是講異常事件 異常事件,即是,有些東西啦,但是有些東西的話,啊,那個人,大家問一下啦 會不會,啊,有一些的後遺症狀 不過,就正如我之前話頭,啊,他其實,由於政治化的關係啦 即使是泛紅拿執掌的醫護機構,啊,其實,啊,有機會的啊 那,就看下你需不需要他那個服務啦,啊,隨時,都是差別待遇的啊 咦,這個全真教的啊,努力點先,有了agenda的,要數字帥仔啊 那,原來,啊,時至今日啊,啊,哇,我不知道啦,大家覺得香港有多少人走去加入全真教 但是,這裡啊,講的累計啊,啊,啊,都有成7000單的異常事件啦 而異常事件,啊,就即是,你都需要那些醫護機構各樣去幫忙啦 最厲害啊,講這些沒意思啊,啊,我們講那個死數 啊,14天以內,啊,計算的時候呢,他就說總共不經不覺啊,啊,多了一倍啦 就是之前好像是28、29單左右的啊,現在,啊,已經上漲到52單 那,大家又不要驚惶,原因是因為衛生局公佈的呢 最後經過專家小組研究,資金啊,那50多單呢 就沒有一單證實,啊,是和全真教有關 那,大家放心了啦,啊,也就是根據政府所說 這些人呢,就只不過是,就是可能他不幸運啦,啊,就只有這個原因 那,另外,根據醫管局的資料呢,我是不知道他怎樣弄到這些資料出來的,啊 那,大家聽實了,啊,根據醫管局的資料,11月29號去到12月26號期間 就是一個月,啊,啊,如果你計這個比率,你沒有加入全真教,啊,那個語化聲鮮的比率 就是每10萬人,啊,就有138.3單 就是,那些人,就本身,啊,都會離世的啦 因為,很簡單,你怎麼都會有自然流失率的嘛 好啦,但是這裡,啊,他又有另一條數告訴你 而有加入全真教的那個比率 每10萬人呢,啊,就只有9單 也就是說,哇,原來全真教這件事,是可以延年益受的 如果不是,為什麼,自然那個比率,每10萬人,啊,就有140單 而全真教那些呢,每10萬人就只有9個而已 同時間,整體的比率,啊,啊,和過去3年是相約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數字出現呢?啊,大家可不可以教教我啊,真是 背後的原因,很神奇 我在後備頻道,啊,啊,對於全真教的態度,就一早說了給大家聽的啦 啊,那說回衛生局的這個數據,哇,他爭在,啊,就不在電視機螢幕那裡 跟著就和你賣賣這些這樣的 原來這些呢,全真教,科技、伏技 就你跟過比率而已嘛 沒有練功的,每10萬人就百四單 有練功的,第二重天,第三重天 每10萬人,啊,就只有9單 10%都不夠啊,啊,那就真是找啊,豬米米出來啊 三生牌,陸勇,大寶酒,是男女強身的妙品,妙品 哇,他倒不如啊,啊,找袁國勇,動產教授,走出來 啊,就拿著他那些科技、伏技,跟著就大舉一隻手指弓,然後就唱這隻歌仔 咦,反正都是啦,是不是? 那你根據這個數據,嚴年益壽哦,壽比藍山哦 沒得說的 其實,在一個地方裡面呢,你要去決定,到底加不加入全真教 有些人,只是清一色這樣跟你講 但是,第一樣東西,你是要視乎那個人的行為雜性 此其一者,其二者,你要視乎那個地方 在香港,我覺得十分安全哦 所以,他其實,就是要很多的人,沒有一些不必要的風險 這個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我那句咯 我鼓勵,你,你,你,和你,快點去支持科技、伏技 他達致,全體免疫,我咯,M和不去得 即是,根據地域,即是,如果,你在香港的時候 那,講了個數據,你聽,真那樣哦,就似乎,望下,61歲那個青山護士 那,由於,他本身,所以我不明白的,那些情況完全是調轉的 你的地方風險越高,那,然後那個人的風險越高 你就越應該採取措施,我這樣講對不對 即是,你反而是那些,60歲打上呀 自己本身,啊,又有一些病痛呀 那,反而應該去哦,啊,如果在一些高風險地區 因為他嵐野的時候呢,那個風險呀,就絕對是高於 那,我是站在全真教那邊的呀 是絕對高於,他們不加入全真教的風險呀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周圍都是個案 而且,你本身又不是很健康那些 反而,就應該呀,加入這個科技、伏技 至於,相信這件事,啊,是Navulation所講的肥癮,啊,有信仰那些 那你就要自行衡量啦,即是如果,你都想觀察一下,就不想加入 洪流,那你可以做的,啊,就是去到那些地方各樣的時候 那,盡早病在一邊,好好注意自己飲食各樣,就不要出街 那,我不知道的呀,有些人又要享受,又要怨 去到大英帝國的時候,啊,不周圍走一下,啊,就覺得不行的 好像要去旅行一下,要去享受一下,但是正如我話頭呀 其實,啊,這隻東西,你會是什麼情況呢,就跟它本身,你有沒有做好自己的措施 很有關係,因為如果,你那個負載量是高的時候 即是,這裏又領東西,那裏又領東西,那至少口罩可以跟你隔幾層呀 你洗完手,啊,可以洗走一大堆呀,那結果,你的抗體就有時間去做工作了嘛 否則的時候,哇,就真是,弱石難玩啦 那,至於為什麼,啊,它可以得出個這麼漂亮的數字呢 沒有練過功的,十萬,就有八四單 有練過功的,十萬,就只有九單 那,我當然知道它怎樣去扭那些數字啦 那,但是,就免得說啦 但,衡量完風險各樣之後呀,我覺得,在香港 假若,啊,你就已經七老八十,而且,啊,是非常之有病那些 那,你清完之後,啊,你又要經常出街接觸 其他人,再加上你本身呢,啊,都是,尤其是,啊,有糖尿的話 那,似乎,你去加入這個全真教,那個風險呢 就是,你撐一撐科技、服技那個風險呀 就會低過你領野,然後,乳化聲鮮啦 一早就這樣講的啦,你望月流群組都講了你聽啦 對保護他人這樣東西,是沒有那個意思在那裡的嘛 香港適用的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想虛應故事的話呢,啊,我都是那句 我是站在公里的立場講,因為,啊,很多人以為撐伏技 他又賺不到錢,沒有這件事 那,但是,如果你是為旅行的需要而去撐這個伏技的話呢 那,我不知道啦,今時今日,大英帝國呢 啊,都只不過是需要大家,乖乖地留在家裏面十天 有真人騷你看的啦 我去那個時候好像不用了,啊 他都是近這兩個月出來的措施來的 那,但是英國就越來越控制到,啊,就不知為什麼 反過來的那些東西,但是情況樂觀的 反而,有個不好的消息告訴大家 就是,驚此一役,這個望月流群組 由於這隻東西呢,他用同等 甚至乎更加重手的方式去看待 而這隻東西的R率又這麼高的時候呢 嘩,我相信,就一定是周圍都強健 那,有個好處的,今時今日,是冬天嘛 那,至少不用好像夏天那樣這麼熱 英國沒有這些東西的,啊,就不要相信那些什麼共產媒體 那,我重申,英國就這樣來的啦 那旁邊就行的啦 沒有任何那些所謂的要求 甚至乎,收得比較緊的蘇格蘭呢 啊,我見到,例如,阿Chris哥那些 那,他都未加入全真教的咯 就不要搞錯,香港呢 是比其他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除了中國,啊,是最嚴謹的啦 那,有些人就反駁 不是咯,肥仔那麼厲害咯 他一發現的時候 所以他從來都不需要那些全真教的 那,為什麼呢? 一發現的時候就令你愈化聲鮮的啦 喂,那不是更緊嗎? 錯啦,因為他未發展出一個叫做時空伴隨者 甚至乎啊,他連快篩那些都沒有啦 那又怎會緊得起來呢? 再加上,他的國家,啊,經過了幾十年的共產統治 一窮二百,人口稀疏 而且,啊,就絕對沒有醫療的問題 沒有醫療的嘛,他 那,所以,全球首屈一指的 啊,就只有總書記的那個角度 那,你看,13萬人的城市 我相信呢,在這個遺風版底下 比起加入全真教 那些乳化聲鮮的人數就更加多啦 就是不懂平衡的嘛 他們那些,有共產 不是,那些叫什麼? 計劃經濟,有計劃沒有經濟 就只有共你的產,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